哈囉 大家好 我是圖傑 今天呢 化身為藝術少女 要帶大家又來逛我們的宜蘭美術館了 這一次呢 有新的展覽 叫做林瑞珍與她的朋友們 未盡之旅的展覽 林瑞珍老師呢 其實是在1970年代的時候 崛起的藝術家 究竟她最主要主攻的是哪一個類型 同時之間與她的朋友們 這次總共有18位 其實在台灣呢 是赫赫有名的藝術家哦 就一起來看她們的作品以及故事吧 走 那麼我相信其實有很多人心裡 就會想說林瑞珍到底是誰 我們就來跟大家好好介紹她 其實就連策展老師都說天啊 她實在是一個非常非常神秘的雕塑家 因為她所留下來的資訊並沒有太多 她是出生在宜蘭南方號這邊的一個小瑜伽 不過她爸爸媽媽非常支持她 來去做藝術的創作 所以後來她就考取了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的雕塑科 當時是第四屆 接著就開始橫掃國內所有的大小美術雕塑比賽的第一名 她那時候在創作的過程之中 她就發現她其實蠻喜歡做所謂的群體雕塑 因為當年很多人都是做所謂的個人的雕塑 她就這樣子找到了一條自己的創作之路 接著呢就到義大利去留學了 一路做了非常多不同的創作 不過非常可惜的就是她後來在1985年的時候 因為車庫的關係所以就離開了人世減少年三十四歲 她所留下來的這些雕塑作品其實並不多 可是有上百件的這些素描作品 我們就一起透過這些作品來瞭解她的故事 那麼老師既然是一位雕塑家 我們就首先先來看一看展覽之中 我們總共有七件的雕塑作品 其中呢有兩個是同一個系列 我自己印象比較深刻就是在我旁邊的這個就是 生命群像系列 像這個所描述的就是一個很明顯的狀態 前面這一位她就是一個比較虛弱 可能生命垂圍的時候 然後變後面這一位可能是她的朋友 然後就是搗扶拖著她 所以可以看得到他們兩個之間 表情像後面這一位就是一個比較絕望感 前面這一位眼睛就已經是閉上 稍微比較虛弱一點的感受 我自己對於這個雕像會特別有感覺 是因為像其他的雕塑作品 可能是頭部或者是個人的部分 但群體雕像他們就是會兩個人彼此互相牽引 可能很多人對於人體雕像 就是那種比較利於美的感受 但在這裡你可以看到人體衰弱的那一個時刻 像在這邊的手臂啊 我自己在觀察的時候 就是你真的可以感覺到 它是那種軟弱無力的感覺 即使它是用銅製 這麼硬邦邦的一個材質 你也可以感受到那種肌理肌肉 互相扶持的那種感受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跟大家做個小小的互動問題 其實雕跟碩是兩件不同的事情 請問你知道兩個有什麼差別嗎? 來囉! 5 4 3 2 1 我要為你們解答囉 好的 碩呢其實就是你有一大顆的木頭 或是一大顆的石頭 然後你慢慢的去把它雕塑出你想要的形狀 也是所謂的剪法 丟掉你不要的那些地方 而碩呢其實是加上你所想要的那些地方 它會用泥土 或者是油土的方式 比如說你弄好一個圓形了 你希望它有耳朵 你再加上耳朵上去 這就是碩跟碩的不同 而林瑞珍老師呢最主要他是在做碩的部分 那碩一開始的時候他就會用油土或者是泥土 剛剛講到的做出他想要的形狀之後呢 接著他們就會用翻模 那翻模其實有石膏以及矽膠這兩種類型 接著你就會在這個模子裡面倒入銅 所以像在這個展場當中呢 大家所看到的大部份都是銅製 另外又有一個比較新一點的技術叫做FRP 可是相對來講他可能會比較容易碎裂不利保存 可是卻是相對來講比較便宜一些些的 那這一次的展覽當中有一個我自己個人比較喜歡的 就是這個他有一個觸摸體驗 他們翻模出了一個石膏的 那其實大家很常去看這些美術館的展覽的時候 他都會寫著靜止觸摸 或者是你要在一定的距離靜止靠近 所以我覺得有這樣子的地方會讓人家覺得 其實藝術沒有離大家這麼遙遠 他都是很生活意味的東西 那其中呢他們在翻模也有翻模出林瑞珍老師的簽名 在一樓的展間有大量的素描手稿 除了寫實的人體之外 也有一些像這種比較未來感結合科幻的創作 這裡也有難得的親筆簽名跟住腳算是一個小彩蛋 上面寫著 擺脫世俗專求藝術的最高端 使藝術家莫大的榮譽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是來到了熟悉的二樓展間 在這邊還有最後一部分的林瑞珍老師的素描作品質 比較特別的 他們都是有顏色有色彩的 大家看起來應該會比較容易理解一些些 不過最主要在二樓展間這裡 就是18位現在在台灣 赫赫有名知名的藝術家雕塑老師的作品了 那其實這一次的展覽叫做未盡之旅 我自己個人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因為大家知道嗎 林瑞珍老師其實創作一直到34歲之後 就沒有新的作品了 然後我們就在這邊猜 如果他現在還在的話 究竟會有哪一些驚艷大家的作品呢 猜想總要有一個根據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他當時在藝專的時候 前三屆以及後三屆的這些學長姐 以及學弟妹們 現在做出了哪一些的作品 可以去找到一些脈絡 畢竟他們都是在當時同樣的成長年代的背景當中 接受一樣的藝術教育 那同時有一個比較特別 畢竟這邊是宜蘭美術傳 所以他當時呢 有一些宜蘭的地緣 也就是宜蘭在地的藝術家 跟他之間其實也是有連結的 像是林正恩老師 以及許惟忠老師 那另外有一個人 我真的覺得也要好好提提他 之所以現在可以看到 林惟忠老師的這些作品 就是因為有他 黃家亨 當時呢在藝術的時候的學弟 據說他當年一看到他的作品就覺得 哇這個人實在是太厲害了 又很少這麼多的獎項 他就決定要全力的支持以及幫忙他 所以現在可以看到這些 不論是雕塑啊還是宿苗 其實他都是他非常重要的好友以及推手 那麼我們接下來就一起來看看這些作品 我會挑一些我自己比較有印象 以及我覺得故事比較有趣的 來跟大家分享囉 那麼首先看到的就是張子龍老師的作品 他其實最主要強調的就是雕塑家呢 除了用眼睛看之外 你要用手去觸摸你的作品 可以確定每一個弧度都是他所想要的完美樣子 那值得一提的是他連下面的台座 都是他自己來去做設計 也是雕塑科的第一屆的學長喔 那麼這個呢就是林祝文老師的山水 那其實這個作品就是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的雕跟塑的雕 他最主要的主體呢是玄武岩 中間那條縫隙就會讓你有一種哇 撫披山水那種大氣的感覺 中間仔細一看你才會發現 原來他不只是一個縫隙 裡面還有非常精細的實體 像我自己很喜歡旅行 我就會看著他神遊 我想說喔 如果我沿著他走上去會看到什麼樣子的極致呢 而在這邊的這個作品呢 是由我們李光宇老師所創作的《在水一方》 他其實受到他之前有到西班牙那邊去留學 拜師有一個叫做托雷多的藝術家 當時就交給他了一個藝術作品叫做穆迪 就說欸 這個作品給你了 你想辦法把它解構之後 變成另外一個藝術作品嗎 他就突然靈光一閃 想說 原來藝術還可以這樣子玩 他還可以有第二次的生命 不同的詮釋方法 所以在這個作品之中 我覺得就可以看到量子的一個創作理念跟概念 在跟老師的全家福 我自己覺得他是一個蠻可愛的藝術家 他很喜歡從生活之中找靈感 不過我之所以會挑這個想要來跟大家介紹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他跟一般的雕塑不太一樣 他除了裡面是FRP的材質之外 他又在外面再黏上了這些紙質的材料 所以看起來的話 他的不論是實際感受出來的那種溫度的感覺 會特別特別的不一樣 滿有特色的 謝謝東楊老師的重生們 就是有一種自責的那種感覺 會讓你覺得其實他想要表達很多很深層的內心掙扎的意涵 所以我對他印象很深刻 而且他其實顏色還蠻跳的 不曉得大家會不會很好奇 他既然趴著你又看不見他的臉 感覺臉就不用認真做表情了吧 我從旁邊的縫隙仔細看的時候發現 裡面也雕得很精細 值得一提的事情是 謝東楊老師其實他也是 在台灣第一個把FRP這樣的技術 應用在雕塑這個藝術作品上面的人 所以在台灣的藝術界來說 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的 林振仁老師的冠 其實這位老師是我們剛剛有提到的 就是他跑到意大利去把這些素描作品帶回來台灣 那這部作品我自己個人很喜歡 是因為我覺得他很直接 你一看就覺得你應該看得懂耶 有一種如雷灌耳的感覺 那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時候覺得說 哇他其實還蠻有東方的元素 很像是神燈精靈附在你的耳邊問你說 來有什麼願望你跟我說 這個這一個是我自己個人覺得比較特別 大家都會想說雕塑可能會是非常大的形體 這個是鑄壁 所以楊振仁老師呢在1986年的時候 擊敗了全世界所有的藝術家獲得了首獎第一名 也就是幫教宗呢 鑄他們的八周年上任的紀念碑 就可以看到正面的時候呢是 教宗祈禱的樣子 然後背面我覺得也很棒 他看起來是一個半盛開的花瓣 可是代表的是14位書記主教在祈禱的樣子 其實也代表著教會的代代相傳 真的是把台灣的藝術家帶到了國外 讓世界看見我們 好啦最後呢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次看完展覽的想法 其實我覺得策展人是蠻厲害的 據說當時林瑞珍老師所有來到的這些作品啊 其實是並沒有任何的主題跟順序 大家就是很急著趕快把他的作品先保留下來 所以策展人根據他自己的一些邏輯跟想法 用他的方式去做一些排列 其實我覺得可以讓我們在閱讀 跟了解林瑞珍老師的作品的時候 變得更加的流暢 那我自己真的還是要再一次稱讚一下宜蘭美術館 上一次我來看展覽的時候 他們是使用紅色的牆面 然後這一次他們使用的是有一點深藍綠的牆壁顏色 也是讓我感覺到很舒服 而且很特別能夠去圖顯整體作品的顏色色彩 包含像在二樓展間這個 12公尺長的一個展舞台 很像是叫走秀 所以你就看到台灣這18位的 藝術家雕塑家老師的作品在這上面 真的是百花齊放 讓你看到各種不同的可能性 那這一次這個未進之語的展覽呢 在宜蘭美術館一直到明年的2022年的1月9號 都會持續的展出 真的我覺得邀請大家可以一起來了解這些作品的故事 但是如果你想要了解雕塑或是喜歡雕塑的話 絕對不能夠錯過這一場展覽 最後補充一下 看完展覽之後呢 也可以去美術館周邊的 宜蘭文學館 宜蘭設置紀念館 宜蘭酒廠 或者是畫龍一村走一走喔 以上呢就是今天帶來大家 一起來了解這些故事 我是圖傑 我們下支節目再見喔 掰掰